Om Guru Lenshan Siddhi Ho 我们在谈这个圣意光明空行目 每一个密教行者 他在修法的过程当中 假如有相应的现象的话 他一定有覆法来帮他 一定会有覆法下降来帮他 那么覆法当中有所谓的空行目 跟空行勇富 那这些覆法下降的时候 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修行 得到了相应或者证悟的时候 他才会来扶持你 这个就好像是那个 你自己本身 已经修成一块磁铁 有磁性 那么周围的这个铁 自然它会因为你的这个 产生的这种磁性 那么它来接近你 来扶持你 这只是一个道理 一个比喻 一个道理 那么圣意光明空行目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空行目 你一定要印证的这个静光 也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已经发光 产生光明了 他才来扶持你的 他才来守护你 那你自己没有产生静光 那根本这个圣意光明空行目 它不会下降的 那这是一种复香复印的一种道理 那现在呢 我就是教一下大家 这个明典法 就是熔点方法的一种要义跟口诀 要产生静光啊 有很多的方法 平时我们在内修灼火方面 已经讲过了 就是把灼火生起来 那么到了顶这里的时候啊 因为你这个佛本身呢 去融这个明典 融这个明典 明典往下滴 那么佛跟水互相融合 在心轮互相融合 慢慢地把这个心轮打开 才能够互相融合 才能够产生静光 那这是一种内修的方法 也就是着佛升起 去处这个汉字的明典 由汉字融典到心轮 心轮 渐渐渐地打开 产生静光的 另外有一个方法 就是大圆满看光 大圆满看光啊 必须要在白天啊 太阳出身的时候啊 去看日 这一种修行方法 叫做看佛镜 日啊 代表佛的镜子 佛的镜子 在太阳出身的时候啊 看佛镜 那是把这个太阳光啊 引到你身体里面来 放在心轮 关在心轮 就是把光引进你身体里面 放在心轮 变成一个太阳在你的心轮 用这种力量啊 打开你的这个心轮 也有看水镜 白天啊 看佛镜 夜晚的时候啊 看夜亮 夜亮的光 夜亮的光啊 叫做水镜 看水镜 一样把夜阀 关在你的心轮 用这种夜阀 夜亮的光的力量啊 打开心轮 平时是看什么光 平时啊 是看灯光 既然没有太阳啊 既然没有太阳啊 也没有月亮的时候 你看什么 可以把灯光引到你身体里面来 但是看光是有可觉的 看光啊 它本身有重要的可觉 你不可以直接对着太阳看 也不可以直接对着灯光看 也不可以直接对着灯光看 你要看它的颜光 颜啊 就是说周边啊 周边的光 太阳周边的光 夜亮周边的光 灯光周边的光 不是直接看 而是看边光 所以在密法里面有教大家啊 大圆满的这个密法里面教大家 你有上看法 下看法 左看法 右看法 上看 眼睛上看 下看 左看 右看 是有方法的 而不是说你直接看着太阳 直接看着月亮 看着灯光 不是的 当你常常这样子做的话 你好像一般来讲起来 很多行者在修的时候是这样子 对着那个光 宜光啊 上看 下看 左看 右看 把宜光 印到你身体里面啊 吸口气 观想这个光进到你身体 然后放在心轮 就是日光 夜光 跟灯光 全部在心轮 那么渐渐的 让你的心轮打开 产生静光 这个时候啊 你不只是说你眼睛打开可以看到光哦 到最后啊 不是你眼睛打开看到这个日轮光啊 夜轮光啊 火静 水静啊 不是看 不是眼睛打开看到的 而是啊 你可以观你自己看 往内看 看到你的这个心轮啊 那边有太阳 发出光 你看见光的颜色 这里面也有五种颜色 你假如看到白光啊 你假如看到白光啊 也就是 表示你的业障啊 已经清净了 没有什么 无悔 这是往内看 第二个 你假如看到黄色的光啊 是代表圆满 你的修法非常圆满啊 那么看到绿色的光啊 那是宝光啊 宝光 看到红色的光啊 是忽德的光 忽德 看到蓝色的光啊 是不动光 你在看光当中啊 那个光啊 最好是不要动的 而且最好是五种光啊 全部均匀 非常均匀的显现出来 不是只看一种 所以宏光大成就啊 里面教你看光 这个也是一个法 看佛镜 看水镜 那么看灯 那么你可以看上面的 看下面的 看左面 看右面 看周边的光 然后观想进来到你心轮 吸一口气 观想它 进光进到你的心轮 藏在你的心轮 那么观想它 这个光明啊 等到你真正能够内视 看见了光 那就有开悟的这个把握了 你真的内视的时候看到光 这五色光你都看出来 那么把它调银 把这种五种颜色的光啊 纷纷给它调银 调银像彩虹一样的光